盖说解核之时 核四替代方案 宜兰人文基金会制作 把不好的留给后代 把好的留给自己 是核电厂 没有 地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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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好的留给孩子 把不好的留给自己 这就是妈妈 还有 还有 把不好的留给后代 把好的留给自己 这就是核电厂 核能电厂至民国101年12月 用过核子燃料储存容量表 台湾用过的高阶核燃料棒将近两万数 目前只能与民为零 存放于核电厂中 在最终处置厂尚无着落的情况下 这些高低阶核废料将来何去何从 台电目前所编列核电厂除易预算 若与国际经验除易经费相比较 仍然严重不足 现有核后端营运基金被台电公司挪借九成 严重违反使用规范及立法院决议 监察院纠正案文揭露 第一核能后端营运基金至民国101年7月底址 累计净值2209.04亿元 待与台电公司2030.71亿元 比例高达92% 第二 云能会核能研究所云民国98至100年间 执行台电公司及核能后端营运基金管理会 委托研究计划共44件 总计8.19亿元 第三 低放射性废弃物资最终处置气味完成 与斯洛维尼亚、瑞士、同列全球31个国家 运转462部机组中 细未完成选址作业之三个国家之一 提案委员 高凤仙、赵昌平 中华民国101年9月18日 台电公司目前累积债务高达1兆6000亿 濒临破产 台电公司民国101年2月 总资产1兆6219亿元 负债1兆2743亿元 股东权益3476亿元 负债比例78.6% 台电公司民国102年2月总资产 1兆8577亿元 负债1兆6700亿元 股东权益仅剩于1876亿元 负债比例高达89.9% 台电公司资产皆为不动产 无法变现 厂房及设备暗月折旧 因此资产急速缩水 巨额负债需支付庞大利息 无能力负担 以债养债 股东权益因此大幅缩水 无能力偿还核后端营运基金 将出现厨艺及核废料处理 财务严重缺口 最后恐将由人民买单 负债比例高达89.9% 再如此恶化下去 将使台电濒临重整 台电公司目前仍持续亏损中 面临破产宣告阶段 应立即进行重整旧台电 台电公司民国101年1至2月份 供电度数306亿度 受电度数284亿度 收入709亿元 税前亏损143亿元 约21% 台电公司民国102年1至2月份 供电度数301亿度 受电度数292亿度 收入786亿元 税前亏损79亿元 约10% 台电目前严重亏损 未来将无力偿还和后端基金借款 致使厨艺遥遥无奇 施工过程紊乱 和安有问题 和四有危险 过去的弊端解决了吗 人民如何能信任台电的施工品质 核废料 何处去 世界大追踪 无解 用过燃料棒 日本だけではなくて世界のどの国も模索しているん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今見てきた2つの国 時に失敗し 行きつ戻りつを繰り返しながら処分場を探しというのを続けていました 実はこの最終処分場の実現までにかかる期間というのはですね 日本を含む多くの国が30年かかるというふうに見ているんです 今から30年ですか 住民の合意を得るための期間 それと処分場の建設の期間を考えると もう待ったなしの状況なんです 根本さん 今回のこの核のごみの問題 今回の事故で改めて私たちは放射能の怖さに気づいた 今もうこの後の世代には残してはいけない これ以上は先送りできない問題ですね その通りです これまでは時間がかかる取り組みということに甘えて たとえ10年以上最終処分場の候補地選びが全く進まなくても 許してきた雰囲気が国や社会にもあったんだと思います しかしもう甘えは許されません 原発事故から間もなく2年になります 政府は安全性が確認された原発については 運転を再開を認める方針です しかしそれだけでいいのでしょうか 原発を動かすことは 新たな使用済み核燃料を生み 核のごみを増やすことを意味します 原発の安全はもちろん大切ですが 核のごみ問題の解決に道筋をつけること その両方が揃って初めて運転再開の議論ができるのだと思います もはや核のごみ問題の解決から目を背け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のです 国際電力学泰斗 陳摩新教授 再談核能発電 陳摩新教授指出 第一 美国沒有一個核電廠發電价格 比其他火力或水力便宜 但台湾核電却是如此便宜 这是台湾電力公司在成本計算石動了大手脚 第二 台電備用容量高達25% 而其他国家的備用容量都在5%到10%左右 第三 核電是否安全已有了清楚答案 美国 苏联 日本都有了巨大事故 難道他们不懂安全 第四 运转核電廠基本条件 一旦核能事故发生 民众可以逃离100英里以外 但台湾能逃出100英里吗 要知道 在台湾核能事件是可以亡国滅种的 根据2013年3月10日自由时报报道 去核老兵谈核电价 每度3.2元所刊载 核电厂改装专家郭国荣主任所言 第一 核四龙门电厂单就结构工程来看 施工时的偷工减料 加上监工的放水或不严谨 完工后已很难侦测 也不可能全部打掉重来 何况还有管线 仪表 电路等问题 根据林中瑶委员的估算 核四至少要再花台币1000亿以上 才能完工运转 第二 台湾承受不了任何因天灾或人祸而引起的核灾 我建议发展绿能 不足处已改建核四成天然气发电厂之一 大约需要650亿台币和最多五年时间 另一方案为改进旧有的天然气和燃煤火力电厂 增加发电效率和减少排碳量 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说 年轻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根据2013年3月18日自由时报报导 李远哲支持停建核四所刊载 李远哲表态反对核四续建 也主张核一核二及核三电厂不能再研议 他反核的理由包括 第一 核四本身的决策错误 第二 核废料的处理问题 由于目前人类仍无法解决核废料处理的有效方法 核电厂除以后 就会变成世代与世代间的良心问题 第三 由于近年来绝大多数大地震 都发生在太平洋沿岸 台湾也在其中 地震成为造成核灾发生的可能因素之一 第四个理由是因人才欠缺 核能设备要完美到即使操作的人有疏失 都不会出事的程度 人们才能放心 但目前从核电厂的设计 远远达不到所谓的理想境界 李远哲表示 他只能向年轻一辈说抱歉 我们这一代没有尽责任 但五十年后你们还在 要什么样的地球你们要掌控 不能让老一辈来决定 本内容将为您详细解说 大潭燃气电厂和龙门核四电厂 在新建成本 使用燃料和未来结果的详细资料比较 台电系统天燃气电厂分布图 台电复旋环燃气电厂总装置容量为 9.531百万千瓦 台电燃气电厂共有五座 大潭电厂 通宵电厂 新达电厂 南部电厂和大陵电厂 民国一百年 台电燃气电厂产能利用率为52.8% 民营燃气电厂共有七家 长生电力 新桃电力 嘉汇电力 国光电力 新元电力 新能电力和森霸电力 民国一百年 民营燃气电厂产能利用率为44.2% 台湾燃气电厂总装置容量为15.2百万千瓦 其中大潭电厂闲置容量为2.8百万千瓦 高于核四装置容量2.7百万千瓦 大潭电厂是最佳最安全的核四替代方案 台湾目前有永安及台中两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建议在桃园大潭新建第三座接收站 可大幅增加天然气供应量 因应未来核四改装燃气电厂的用气需求 核四改装燃气电厂初估约需600多亿元 核四元核定预算为1697.3亿元 经过四次追加预算 现已追加累积至2838.7亿元 今年将再追加462亿元 依据NEI美国核能协会预测 推估2015年商转支核四建造成本将高达4365.2亿元 还需要1064.5亿元 大潭燃气电厂已完工商转 建厂成本仅需1025亿元 年可发电384亿度 是排碳较低无煤渣的发电方式 而龙门核四电厂目前仍未完工 尚未商转 未来完工后 年发电量仅236亿度电 除了电厂成本 是大潭燃气电厂的三倍以上 核废料处理问题更是全球无解 若以大潭新建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和龙门核四第五次初估追加预算相比 大潭LNG接收站仅需追加250亿元 但是在投资效益和经济效益上远高过核四 在周边产业上更可加强石化化鲜竞争力 未来不但可以补足废核后北部用电缺口 更可提供稳定气源 有效减少发电碳排放 2013年3月13日 自由时报报道 天然气价跌去 美核能复兴无望重点揭露 第一 随着天然气价格下跌 与电力需求停滞 与充斥不确定性 这些核能业者已趋于保守 目前新建中的新核能电厂只有五座 但同时制造五座核电厂会基于安全问题 永久关闭或无限期停止运转 第二 南加州的两座核能反应炉 也被NRC的检查人员要求 从去年1月起停工 以便调查反应炉制造商日本三菱重工 与电厂爱迪生国际公司 是否隐瞒蒸汽产生气管束裂缝的危险性 核四改装复循环燃气电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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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we've opened millions of new acres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tonight, I'm dire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open more than 75 percent of our potential offshore oil and gas resources. This country needs an all-out, all-of-the-above strategy that develops every available source of American energy, a strategy that's cleaner, cheaper, and full of new jobs. We have a supply of natural gas that can last America nearly 100 years. And my administration will take every possible action to safely develop this energy.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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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产业却面临升高的成本以及不确定性 2012年 Canadian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建议 民国101年1至12月份 气电共生发购受电盖矿报表 其中石化原料业、电力供应业、公共行政等三产业 发电装置容量利用率超过50%以上 受电大于购电 发电贡献度属于特优良产业类别 民国101年 汽电共生行业别装置容量比例图 台湾电力供应充足 核四不必商转 监察院调查 11年来 台湾根本不缺电 民国100年 101年 台电系统受电的行业别用电量比例图 其中工业用电占70% 营业用电占22% 民生用电占8% 以台电民国100年 101年发购电量相比 用电为负成长 由此可证 台湾年用电量趋缓 以非能源局所预估的 全国用电每年等比成长 民生用电电价每度电2.1元 仅占8% 工业用电每度电1.48元 占比高达70% 政府长期补贴工业用电 才是造成台电累积亏损的原因 政府及台电公司 更不应以缺电说 及电价调涨 作为核四应序件的理由 营业用电占比22% 若政府行政部门 带动节约用电 并示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又可有效降低 全国行政部门年用电量 而工业用电 若每年达成提高用电效率2% 等于节约全国用电量的 1.4% 能源用户若能设置余热回收 更能有效节约 并提高工业用电效率 再者 气电共生业者在政府有效奖励 及优惠 顿购 增加装置容量 除可自发自用外 上有余电可受给台电 上述方案 皆可降低全国工业用电量 及用电占比 可有效降低台电 未来尖锋负载的预估值 并提高全国备用容量率的时机值 减少台电未来发电装置的购置 也能够适时提高台电的产能利用率 达到全国年用电量零成长 甚至负成长的目标 让台湾早日迈向非核家园 民国一百年 全国电厂产能利用率 仅为百分之五十七点六零 闲置产能为百分之四十二点四零 全国发电厂分布图 民国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全国总发电装置容量为 四十八点三二九三百万千瓦 民国一百零一年 全国总装置容量占比图 其中台电燃煤占百分之十七 民营燃煤占百分之六 台电燃气占百分之二十二 民营燃气占百分之十 燃油占百分之七 核能占百分之十一 灌场水力占百分之四 抽搐水力占百分之五 再生能源占百分之二 气电共生占百分之十六 民国一百零一年 台电系统发购电量占比图 其中台电燃煤占百分之三十 民营燃煤占百分之十一 台电燃气占百分之二十三 民营燃气占百分之七 燃油占百分之三 核能占百分之十八 灌场水力占百分之三 抽搐水力占百分之一点四 再生能源占百分之零点八 气电共生占百分之三 能源局民国一百至一百零九年 电源开发方案 根据能源局民国一百年长期负载预测 与电源开发规划摘要报告资料 以民国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全国总装置容量四十八点五零六百万千瓦为基准 民国一百零九年 核一厂除一之后 不列入核四厂装置容量 累计将增加达十二点二八一百万千瓦 总计达到六十点七八七百万千瓦 民国九十年至一百零一年 台湾用电宽裕度示意图 由箭头所指出可知 民国一百零一年用电呈现负成长 非核共识全民认同 民国一百零二年至一百零九年 全国年用电量零成长 台湾用电量远低于台电预估 且从民国九十年至一百零一年 台湾备用容量率始终超过百分之十 甚至超过百分之二十 没有核四 台湾供电绰绰有余 民国一百零一年能源局长期尖锋负载预估值 与民国一百零二年非核家园用电零成长目标局 台电退休高阶资深 具有良知的员工 对国外电力公司的规划新建时程和台电相比如何之回应 其实应该都是高估居多 不过每年高估就比较不正常 现在台湾产业都稀进 大家都知道台湾都只剩下挂名公司 各企业生产主力都转往中国或东南亚 继续高估 根本就给自己找麻烦 况且现在核能的核废料是令我最担心的 我基本上不反对核能 但我是反对核四跟核废料一族的人 与其如此应该直接考虑到景气跟产业外移因素而降低高估值 非核共识 超党乐派 政治脱钩 核废无解 祸害千年 环境安全 土地正义 我爱孩子 不要核子 认同本土 改装燃气 建LNG站 废核条件 电足驾稳 幸福保导 发展绿能 讲义气垫 DSM管理 节能减碳 环境正义 群衔齐集 共谋废核 台电重整 电力民营 腾袭台湾 人文题解核三册 解核两册 仅见台电大潭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大潭电厂机载发电 足可取代核四 通销电厂更新核一 核二提前除役 台电供天然气七民营电厂代发电 解核上册 仅调整能源政策 讲义气垫共生液 卫设余热回收 取消补助 克能源税 备用容量率降至10%至12% 能源局应修正台电 长期负载预估 解核中策 新北市工头 立组核四装填燃料棒 核四改天然气发电 早日飞核家园 大潭接收站 海陆管送 供气龙门厂 厨艺 核一核二厂 输电网 转接龙门厂 替代能源的探勘与发展趋势 拒绝危险核电 守护孩子未来 赴 hello 守护孩子未来 拒绝危险核电 是甲烷与水分子的冰状结晶 点火即可燃烧因而得名 可燃冰在高压低温下生成于极区涌动层地带 或陆地边缘的海底 把甲烷与水分子分离就能获得普通的天然气 第二 现在的日本开采可燃冰 也希望不断解决一个个问题 使日本周围的资源能够早日得到有效利用 第三 据推估 艾芝县三重县海域运藏的可燃冰天然气 相当于日本天然气消费量10到14年 第四 日本政府计划 五年后能将可燃冰开采技术商业化 不但能解决日本能源严重不足的问题 还渴望获得庞大商业利润 台湾也有可燃冰 看得到踩不到 第一 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调查 在高雄到屏东外海深水海域 已发现蕴藏丰富可燃冰 估计所含甲烷器的资源量 预5000亿立方公尺 可供我国使用50年以上 但地调所无奈地说 光是先期的钻探测试就得花新台币五六亿元 却一直争取不到预算 台湾可说是缺钱 尚无能力进行开发 第二 可燃冰多蕴藏在500到1000公尺的海层 还要再向下挖三四百公尺 较一般仅百公尺浅层海域的石油砖炭 开发难度高出了数倍 且在海底层下就得先将可燃冰气化再抽取 开发成本较其他油气恐高出数倍 但是仍能将可燃冰开采技术商业化 不但能解决目前能源严重不足的问题 还渴望获得庞大商业利润 2013年3月13日 自由时报报导 太阳号出发 德国研究船来台探勘可燃冰重点截录 第一 德国海洋研究船太阳号 今天下午搭载台大海研所副教授林小五等台德籍研究人员 前往台湾西南海域探勘甲碗水合物可燃冰 据悉可能有5000亿立方公尺含量 第二 林小五说 甲碗水合物又称可燃冰 主要分布于大陆边缘深海陆波海域 全球已知含量为石油蕴藏量的两倍 可能为21世纪新能源 而台湾海岩船已探勘出热点 发现机会非常高 孩子的未来无需公投 从几十万年前的祖先 第一个妈妈开始 有无数个妈妈在为她的孩子洗澡 然后才有我的妈妈 然后才有我和我的小孩 如果几十万年里 任何一个妈妈已不小心手滑 今天就没有我了 我们用几十万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存活下来 好不容易存活下来 非核家园 超党岳派 核废无解 祸害千年 环境安全 台湾永续 我爱孩子 不要核子 陈摩新教授一再明白警示国人 第一,核电是否安全已有了清楚答案 美国、苏联、日本都有了巨大事故 难道他们不懂安全吗? 第二,台电犯了安全大忌 因操作员要停机时,核电不一定可以停 在世界上任何使用核电的国家都会有意外事故 世界上必还会有核能大事故 第三,运转核电厂之基本条件 一旦核能事故发生,民众可以逃离100英里以外 台湾能逃出100英里吗? 要知道,在台湾核能事件是可以亡国灭种的 第四,核能事故发生至今 车路比半径30公里范围内 与福岛电厂半径20公里范围内仍然限制人类居住 台湾使用核能发电至今 无法回避急需严肃面对的世代责任如下 第一,低阶核废料10万0277桶 除暂存蓝雨外 其后续产出的10万2912桶核废料 也同样暂时囤积各厂区仓库内 第二,全球皆无解剧毒 用过核燃料棒16147树 爆量围存于各核电厂内6座冷却池中 无法海运委外再处理 第三,台电核一核二厂 露天中期用过燃料棒干式储存草场计划 岛内最终安全储存计划及探勘尚未定案 又无执行其成 厂区恐成最终弃制厂 继续危害土地 获延子孙千万年 第四,核电厂除役 比照美国实力耗时至少30年 所需费用更高达建厂经费两倍以上 第五,台电财务日趋恶化 核后端营运基金又遭台电无担保长期挪戒 核废料及电厂除役如何保证执行 宜兰人文基金会宗理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各方意见 汇整全球最新能源发展趋势而提出解核之策 第一,期望协助执政当局 就多元能源政策再弥定 有效落实本土光电、风力、水力 再生能源之永续发展 第二,倡议北部大潭增设LNG接收站 提升大潭电厂产能利用率 替代核四续节 第三,台电火力电厂更新高效率机组 如燃煤50%机组、燃气60%机组 平均可增加发电量及降低成本三分之一 第四,产业政策建议调整 基载长约顿购气垫供生液 扩大发电机组、有助早日飞核 第五,提高能源用户效率每年2% 租税减免奖励设置余热回收设备 第六,政府行政部门例行示范节约用电 引领全国飞核用电临成长 创造解核而废核而非核契机 历史工业的反核与永核对立 在日本福岛核灾满两年之后 全民群起质疑核安 诉求非核家园汇聚洪流 适时提出解核之时的核四替代方案 250亿大坛届液化天然气接收债 与核四第五度462亿追加案的相对逐项优劣比较 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锡南 2013年4月2日 车诺比的遗产 2013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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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日 1号9月7月3日 3014年7月5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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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性不被同意,她不被判断了 她是孩子,她也不被判断了 她是女性不被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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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上次的主持人说,她是600年生 那出生的女性,230年生 出生的女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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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